哈哈哈哈 来天币 吃后还能保证上来也是厉害 什么我干死他都别 最后一个PB 王宝宝给背个锅 不要讲话了 最后一个PB是李锦干死的 他打个3我打个9了 哈哈哈哈 我果然他把这PBB收拾了 回不到7 8点 要么这3要么12 12到现在都不知道谁去 别啊 PB那么久的 真的累 他出来买了杯奶茶 别别了 哈哈 哎低头B啊 来老人骑 鸡灵 嗯 鸡灵 鸡灵 哇 果 s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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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嗎 嗯 嗯 老人喜 打法 是這個嗎 全比 牛屋 別 別人家 別人家比 然後聖誕小狼起 今天是否 確認嗎 別人家比 來吃 來吃 握個手 在哪裡啊 來吃 哎喲 有狗呀 來槍起 開槍手是這個 槍筆 在上海早就堆发你们了 哈哈哈哈 来啊 谁啊谁啊 弹幕啊 弹幕啊 哇 这么多人取消 谢谢啊 哎 几点啊 4号4号 4号发言 我发现发言啊 嗯 那一帮队交牌了呀 我又是愿员家 哈哈哈 先报警会了 先报警会了 谢谢啊 王宝贝你竞选了吗 刚刚想问一下王宝贝是否竞选 竞选了 那请你把牌子拿起来 都请把牌子拿起来 因为你刚才把 因为你刚才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新一二战线十三 9号是我的茶沙牌 对没错是你的理解 上一轮我是一张预言家 验你是一张精髓牌 你 没有 让我们获得比赛胜利 那也不能说压力 可能给你一个人 啊 不知道上一局了 这一局我验了 你是一张茶沙牌 你不用说什么 你有所谓的手验保护 因为法官没有 给我摇手的手势 那我还是继续验你 因为我拿预言家 我最近一段时间 我就天天验你 因为你是一张好人牌 能够带领我们取得胜利 我认为你离井是我们厂商最高配的玩家 如果你是一张狼人牌的话 那我拿到预言家 你是一张狼人牌也是我们好人阵营最大的一个敌人 所以我先验你9号 你不用用所谓的手验保护来打我这个东西 我验的确实是你9号 你是一张叉沙牌 先验2再验13 这是我的金费流 过了 这以后真的还不太能用状态这些东西来打这个龙哥 所以现在平常的挺好的 就是嘛 就是不管是真语言家还是假语言家还是看跳怎么样的 你每天就软不垃圾的 这样的也也不是不跟你聊太多三八糟的 就是 这状态 我觉得 统一的挺好的 不知道这一盘是不是一张真语言家牌还是汗跳的 但我觉得你状态这两盘做的挺不错的 也有可能你依然跟上牌一样是一张 那董哥要听听看这张被你查杀的牌 在井上是一个怎样的发言 他也上井了 对吗 我们井上可能 等会会有 哎不是你等会别汗跳啊 九号你 你别汗跳吧 你汗跳就尴尬了这个事情 可是汗跳的话如果你是跟他对跳好 我肯定就信思好 你得再卖一个狼狼狼狼出来 有可能是这样子吧 我是一张好人牌 我是一张在夜里喊白痴喊猎人疯狂 涌 涌动的一张牌 你们可以试一试 刀 说明就是我是其中一张 对吗呢 过了 先十三 再五 我是一张预言家的牌 昨天往下狼人格式打了有点久 我验了这张二号牌 是一张叉叉 好吧我先验这张十三号牌 再验这张五号牌 我感觉就是这张四号牌 整上那段农长的发言 不像在诈身份 因为你发言时间过长了 我是一张预言家牌 昨天二号是我的长沙牌 井辉柔十三五 好吧过了 好了你上玩家你别跑了 还不退准吗 不是我以为他会说 哎呀我验的时候忘记了 忘记了你酒上楼被我验过了 这一轮我再验也 那你可能还有一丝丝那么活的机会 你说我明知道你酒是我上一轮的手验 我就要验你 那我就直报刀你 我就刀你 没有手 你不要告诉我 等一下我刀他的时候有手刀保护哦 手验可是跟手刀一模一样的东西 大家赞成吗 你既然拿张愿家牌天天验我 那我就天天对着你刀 好吗 不要说什么手刀 除非你自己摸手位 摸手位你要求求那个女巫 不要买穿你 不要害怕 你放哪里 四号玩家 老老什么呢 你天天对着我验我 天天对着你刀 刀不死你 哈哈哈 我管他那么什么东西了 四号退水 退水刀你 哈哈哈 哈哈哈 资报道士 哈哈哈 你等着骑徒 你看看 天天请闭 天天请闭 镜头镜头 哎 狼骑 确认闭 确认闭 你不起 他死了 救吗 毒药用吗 确认吗 确认请闭 愿人家骑 给我个号码 嗯 冤家币 然后圣诞小郎起 嗯 嗯 是否发动礼物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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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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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小郎币 然后天到啦 新选新章 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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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号自动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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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号玩家 死亡啦 死亡啦 12号自动道学 嗯 可以抢现下人吧 不可以 你只能这样子 发言啊 那边发言 我发言啊 哪边发言 我发言啊 那龙舟退水了 龙舟试着炸身后的 然后把一只狼炸的自爆的 直接刀了他 那我也出狼 那 那就很奇怪 龙舟是什么事的好人啊 死在夜里的上井的 我看有这6号 6号没有跳 有7号 有志位还有学后面 帮我排人下 那7号你自己好好解释一下 对吧 就因为丧失退水的一张牌 你7号 7号你报了一个2号的茶沙 那你刚才退水了 12号是个预言家 那你这个行为算什么呢 对吧 就井上没有焊跳吗 难道没有焊跳 或者说后面 后面在七发完延之后 后面还有哪些上井 后面帮我回忆一下 因为我想不起来了 那 你一想抢现发言 那应该是你有一张茶沙牌对吧 那你报出来 我们今天出这张茶沙过了 这应该是一张好人牌吧 应该是个假身份 不是 我觉得他是一个狼牌的话 他没必要退水 吹得这么快 但是可以刚一刚 而且他如果真的是一张焊跳的牌的话 他去发一张跟他 除非2号也是一张狼牌 不然的话他给一个好人状态的王宝宝 发一张茶沙去焊跳 这个出来炸到 就选了一个最高难度模式的 这个通关方式 我觉得他没这么勇 没这么忙 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是一张好人牌 那后最上井的人 其实在9号之后 我还真记不太清 究竟还有谁上井了 但是这一轮 听听主要听听冤家的一个人吧 反正我是一张好人牌 其他我也盘不出太多东西了 就是李锦呢 我觉得就是属于那种 很莽夫 你知道吗 哈哈哈 血性过头了 那些血力冲到脑子里面去了 龙哥现在一边打中石一边 你没心没 你妈那个笔 换你拿张狼牌 你试试你这样 操我 哈哈哈 过来开玩笑 开玩笑过来过来 那我是一张好人牌 那后四位井上上井呢 是这张一号 和这张二号 就我是一张狼牌 他就没有必要跟我发言 他直接他报完 验人就直接自报就可以了 那我是一张好人牌 而且我觉得你第二轮 应该是验人我 好吧 嗯 嗯 首先我觉得就是说 井上行为的话 七号去发二号查杀 我觉得七号二号要么是两郎 要么就是两好人 不可能是一郎一号人 如果说七号是好人 二号是狼的话 那我觉得就是说 九号不会就这么自报吧 因为他不知道 呃四号和七号 谁是真的原家 所以说只能 所以说这个逻辑不成立 如果说七号是狼 二号是好人 那七号这张狼 既然已经查杀的到了二号 那九号也没必要自报 因为有一张狼同伴起票了 他为什么要自报呢 对吧 所以说二七必须同身份 那我认为他们应该两郎可能性不大 那二七应该都是两张好人牌 然后 九号自报确实有点傻 对吧 四号我总是招名牌 然后呢 后志位 后志位还没发言 我听不太清楚 对吧 你们每次我不抛水报要说我 那我就全抛个水报 除了十二号 就是啊 除了十二号二号 我现在不抛水报 后志位都可以抛个水报 因为我觉得五号六号发言 他们本身是滑鼠 然后五号六号发言都还可以 然后十二号 主要是十二号你发言的时候 发发清楚就是了 就是 你就是说把 应该是你已经验了两门人了 对吧 验了两门人了 然后你再把警惠都留了好就行了 也留两门警惠吧 验人说的清楚一点就好 嗯 其他也没什么好说的 尽快让预言家说话吧 过了 我发言啊 我上井的一张牌 因为我发现这个游戏 平定牌是没有人权的 投错票以后就轮轮要表水 我不想表水 我也不想投票 所以我上井了 其实我认为七在井上的发言 跳的是比较真的 因为我底牌上好人牌 如果把七这个轮 这一轮放一放的话 那后志位一定有汉跳狼 准备一起跳 哦不对 酒也是张上井的牌 对吧 其实你去定一井上的牌 也不好定义的 你怎么知道酒不是很跳的牌 对吧 可是我也是张好人牌 其实这轮就是听愿家验人一样 我认为两天验人 总归能验出来什么东西 集职位置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牌 不要说我找女巫 我觉得女巫牌可以一起跳的 因为 你帮愿家 减少点游戏难度呀 对吧 因为第一天平安宴嘛 嗯 如果你不起跳 你都不知道第二天到的是你 你一起跳了讲不定 对吧 就是你敢 晚上敢大胆撒毒了 对吧 我上好人牌 我觉得前志位发言 嗯 六还可以吧 就是 是 还差二十了 哦 你之位发言 我认为 反正也听不出什么东西来 反正我三好人牌 过来 三好发言 那十号码有趣 那么真的没有汉四号 对吧 你不想去看你又要表水 但是我觉得李景云这个自暴真的 那你以后给自己狼做好人 做狼牌 没空间了呀 拿个狼就自暴 对吧 做好人就不自暴 对吧 都这么废话 关键还是你十二号验人 我是这张好人 对吧 你验了我一定是张精髓牌 好吧 我觉得要女巫费一定要跳 下一轮可以跳 因为这轮一定是愿家之道 对吧 好吧 我就不浪费大家时间了 十二号抱怨 验了我就是精髓牌 可以顺顺的发言 可以顺顺的发言 我先说一下 第一晚上验的这张两号牌 因为他上轮带走了 第二轮验的是八号牌 八号说的张茶沙牌 好吧 你今天就跳出八 所以 哈哈哈 你刚才发言 你刚才发言 我都以为上帝给我错了手势 嗯 我 今天验的是张两号 是我的精髓 我井灰流是三八顺验 然后我验了八号 那四号 我感觉第二轮晚上验它 今天晚上我来验张五号牌 这张是我的清水牌 今天就是他出八 好吧 井灰流先五号三 你刚才发言 我真的以为上帝给我错了手势 你要不要自暴 自暴来 来闷掉我的井灰的 可以的 好吧 那对话 来 那我想想看 因为八这张牌 我觉得倒是第一天不该动的一张牌 在你抱他查杀之前 因为八在先置位的时候 他敢把二七两张牌都保下来 也就是说 他二七两张牌如果保下来 去到他八这个自己这个位置 和你十三十二这个位置 那也就是说他的抗推目标 是不是三一十三十和十一里面的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这些牌里面 偏好人的偏多 所以我怀疑你井灰流里就是 我觉得五可能会出五张牌的 对吧 然后我觉得十这张牌 发音也不是很好 对吧 你说 女巫牌可以起跳了 他起跳就可以大胆洒兔了 那女巫牌不跳也可以大胆洒兔了 你应该说枪牌可以起跳 这样子女巫牌可以大胆洒兔 所以我觉得十的发言不好 十一这张牌我觉得可以保 因为在你十二举牌子的时候 他们前辈的发言 我都一边在听他们发言 我一边在看你 因为我觉得你打来十张预言战牌 十一跟我的指动是一样的 十一跟我一直对着你这张牌看 对着你的脸看 所以我觉得十一但凡十张狼牌的话 不会这么好的心态 敢注视你十二这张牌 所以十一这张牌我想保一下 嗯 那今天就初八这张牌啊 还有什么好处啊 你已经回了五三 对吧 那就走五三这两张牌 然后那我觉得八这张牌 敢在二七两张牌都保了 其实他把自己的发言 已经发的蛮好了 老兵没你帮他一张茶沙牌 那我那我就认他说的 二七两张牌是好人牌 他想拉二七的票 对不对 扛退外周围的位置 所以得二七两张牌 我觉得也可以先放一下 那我觉得你的警惠了没有问题 好吧 就这样过了 我 我建议你在三十十三当中去演 对 七这种牌讲不清楚 因为我觉得今天初八是肯定的 对吧 因为八八眼其实我觉得蛮开眼的 对吧 他跟我说七二二七都是两张好人牌 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 就是七是可以成为一张焊条龙牌 因为他顶上已经有了一段完整的焊条 他说你四这张牌 四这张牌那个叫什么 是退不下来水的 他说我觉得你不是在扎身份 那么事实证明四是一定在扎身份 对不对 所以七井上的发言 可以可以做成一张焊条的狼牌 对吧 而且七井下发言 其实你七也可以去验一看 七发言他很怪的 对吧 他说你应该是验了我 这游戏他 这游戏 十二号玩家一定不会去验你的 对不对 因为你是跳预言家的 所以你的发言一定是错的 我觉得七张牌也蛮怪的 对吧 为什么叫你在三十十三里面去验呢 因为我觉得当你报好八查查的时候 他们三张牌脸色蛮尴尬的 对吧 我反正觉得三十十三里面 我觉得三个人脸都蛮尴尬的 十三 而且本来我觉得十三八言并不很好 前半段我也不知道他在聊点什么 然后聊着聊着 我觉得十一号是张好人牌 对吧 我倒觉得应该是张好人牌 我觉得六十张好人牌 二是你精髓对吧 那没办法怼了 有 怎么回事 我觉得二号玩家有时候其实蛮苦的 因为 就很多人 老喜欢怼你 对吧 反正你自己聊聊 预言家 预言家没咽到你是啥啥 您本来自己看 你是想我们继续怼呢 还是让你们一样最好 要怼大家就继续怼 反正你也看到了 上一排我一招定名牌 就继续说你唱台胜 好了吧 过了 我哪里苦了 我觉得我一定 如果怼我的都出局了 我还很开心 和我怼什么 我精神 你怼什么 哎这个其实明天 女巫在不在场 再先靠女巫 好吗 不要再这样气发言了 你把我身份炸出来了 我不是个女巫 我是个女巫 你一定说不了话了 对吗 那你就出局 随便你怨吧 你想怨不怨我 你想出人就出人 你自己出 明天接力棒挑过来 好吗 我无所谓 哎呦我真的一点都不苦 我完全没有苦的东西 怼我的人都出局了 我为什么苦 求你怼 你还好没怼 你这局你真的借铃子 你知道吗 你还好没有怼 怼了你又要出局了 开口打精神 是什么呢 对吗 这个气 我战权抗女巫 这个气不出局 我永远把他当女巫打了 我管他什么身份啊 因为前面那个四 跳了个冤家 他再去跳一个冤家 抱我茶沙 这个酒自爆了 还叫女巫来读我 但是我觉得这女巫 这局玩得非常的漂亮 我也不知道 这个女巫是谁 反正我觉得 如果你把气读了 你真的是完美颇废 真的 我找不到一点点的瑕疵 如果硬要找一点点的瑕疵 就是读的太晚 你刚才就应该把气读了 对吗 这是我对你唯一 有一点点不满意 你不是牛吧 你不是牛吧 我一点我一点 不要焦急 你们不允许这样场外暴露身份 你不能改变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给我们拿了一点空间 你听我说兄弟 你千万不能刀我 因为我有可能是圣诞小郎 因为我们这边圣诞小郎 验出来也是一个精髓 你千万不能刀我 因为我有可能是一个圣诞小郎 而且刀他 他妈的一定是个预言家 所以晚上先把这个解 你把帮你自己 你泡马牌 你泡马牌 然后刀不到了 你拿那么多泡马牌 十二 好吗 请认准这个标志 就是十二 好吧 我都要圣诞小郎 我见风使舵 好吗 我跳了个圣诞小郎 应该没跳到你身份吧 木木这轮你好好发言 这一轮不是你的轮次 但凡你不认个狼 你就活了 出八过 来 几两个票 几个八 几个八十五个票 三二一 八号全票出局 十二号一票 六号七票 来先顾一言 有一言是吧 我是张女巫牌 我第一轮救了六号 十二号一定是张狼牌 那只能四号是张预言家牌了 因为我找不到场上的一张预言家牌了 对吧 要么上帝给错首饰了 如果上帝没给错首饰 那只能是 我救了六号一张牌 我肯定要爆出来的 就是说 如果你们觉得我是张狼牌 你们让女巫开毒好吧 只要女巫能开毒 那我肯定是张狼牌 我建议的话 十二号肯定不会倒牌的 你们等会儿 他估计等会儿 刀一刀自爆了 我觉得二号应该是张好身份牌 二号还这么怕死吧 七号呢 我现在都不知道 因为我刚刚所有逻辑 刚刚十二号玩家说到一个坏礼物 但是没有什么卵肉 就是 那圣诞小狼也看错了 那你们可以等会儿排一排 就是圣诞小狼是哪一个位置 他应该是以为十二号是张真远家牌了 对吧 其他也没什么了 反正是不可能出现双死的 对吧 六号是我救下来 但我不知道他不是圣诞小狼 但是我把信息都告诉你们了 对吧 反正第二天把十二号出掉吧 我估计你们没有出他的轮次了 就是他直接刀一刀自爆了 我过了 天黑请闭眼 镜头 看我都没关系 好 闭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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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请尊严 给我一个号码 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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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晚上要刀的人是谁 好吗 别闭眼给我个刀 你们要空刀吗 这个好确认B 然后牛他死了 姐要用吗 毒药用吗 确认请B 冤家给我个号码 这个冤家B 圣诞小狼起 确认吗 圣诞小狼B 天亮了 你再吃东西啊 那你就好好吃嘛 你是个狼人 我这个天 我不是倒了个灯吗 天黑请B 天黑请B 真的受不了啊 天黑请B 狼人请B 要不要说话了啊 确认吗 确认请B 牛请B 这个玩家倒牌了 姐要用吗 毒药用吗 确认请B 冤家请B 给我个号码 他是这个冤家请B 圣诞小狼请睁眼 圣诞小狼请睁眼 是否 圣诞小狼请睁眼 上面是可以刀人 下面是不可以刀人 你是这个 你是否使用礼物 确认吗 确认请B 天渐渐的亮了 看不看 每天第一个看我的人都死了 你知道吗 就是你 不好意思 你刚才请婚是谁 看死他 啊 他刚刚看我的人死了 你看我你也死了 我没看你啊 那你死呀 我死不掉 我这牌有问题 什么 他每天疯我 是否有技能 没有技能啊 没有技能就过 他妈有业吗 难道还有 OK 翻译 10号翻译 我翻译啊 这不是蛮难道的 就是 如果 因为现在发一定是 上女巫拍出去了 女巫到现在没有开读 对吗 那我认为 11 13这两张牌 就不太好了 我觉得13还偏好 因为 13少人在他查下巴以后 他的发言是说 8张牌在里面 抱他查他之前 是不能动 你不想动的一张牌 我认为那个时候 发出这种言还可以 那 11张牌 因为 圣诞 你们注意一个细节 就是 圣诞小郎那天 是给了12号一张坏礼物的 也就是说 圣诞小郎认识20张预言家 那13有 你有一天的发言就是 你们两张牌 一起逼人查看 我认为你们两张牌 有可能要出生单上了 因为 那边的牌 61张银水牌 对吗 7张迟到的牌 80张女巫牌 这十张狼牌 我自己的牌是一张好人牌 也就是说 这一片大量出好人牌 那那边是上冤家牌 呃 死掉的女巫说 26应该是同身份 那二这轮呢 二这轮再放一放 那我能打的位置 其实也就 靠这边的人了 呃 3上一轮是出八过的 对吧 门关一下 他们老人拨了 5号先 因为5号这张牌是 12说要去燕舞这张牌 对吧 不知道呀 我上平民牌 这个我想打11 13的 13偏好一点吧 嗯 嗯 嗯 二轮也一轮 就说 还有一个蟑螂牌 可能圣诞小龙还在查 对吧 那么我和十三的想法是一样的 我他这个举牌一定相当于演讲 对吧 都是本台验人的 对吧 他验人你信息没有出吗 二是造精髓 那么二假精髓 对吧 那么一号可以打二了 对吧 二不是造正精髓牌的 二是造假精髓牌的 对吧 这个牌你要打我 打我先打一先打十三 因为他们认为是好人 对吧 是吧 你认为十一跟十三是同身份 他们两张牌默认我是好人 对 其实你的发言 一轮的发言 你也是听他发 听他抱怨人信息 你的动作好在哪里 你也没有表属 我认为你在找康推卫 对吧 现在这个游戏 三号没有打牌是吧 三号玩家在线中 这件事是比较难 好吧 反正我会投票的 听听后志位的发言 我十三好 底牌十三好 我相信十三有可能是十三好 因为我们都去看他的 因为如果我们是老派不用看他 他 他是我同派 我去看他那他那 他归的人一定是好人派 对吧 好吧 过了 有请十三号 皇后娘娘真狂发言 怎么回事 他们这样 带我说我们 长得像刘涛 哎这个游戏 我有点搞不到 跟明天家是谁的 那你四 不是什么不举牌子啊 你不举牌子 十二 默认当选 会吗 我们就认为十二 十张预言加牌了呀 都怪你不好 对吧 输了我们不背锅 都怪你 但是我还是想赢的 所以我就盘盘牢尾 我觉得 那如果十二是蟑螂牌 十第一天听十二的验人 对吧 那就是正常的思路 可是十去赶你十一 就是十张牌 我觉得不是今天出的轮次 对吧 我觉得他百分之六十坏 百分之四十好 那我觉得十一是我心 当中一张好人牌 你想呀 十张牌认我是张好人 那么我上轮就保过十一 他如果是蟑螂牌 他要找唐推卫 就往一 一三六 你们这里面找好了 他因为他保了我这张牌 他就没有必要再来打你十一 是不是 他打你十一 十一这样是你 这样是他的后续了 他打了你 也要被我十三 再去反打一口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十这个行为 就是说 可能比上一轮的翻译 要往上抬一点 对吧 我底牌十张好人牌 我真的以为十二十张预言 干嘛 十一十张好人牌 干嘛我们这里都是好像 给他一张狼牌 那么两张狼牌出局了 那七八十被他 跟他抗推一张女巫牌 七是被 七七七七七七是什么呀 七是被刀的 六也是被刀的 根本场上一定有两王 你十一为什么说什么 那一狼 哦 根本你你认为就是 还有一狼是不能发动技能 对吧 那么 先把那张女巫牌照出来 我的二十一张好人牌 对吧 十二发二精水 而且井上二七 就是二七的关系 我觉得二十一张好人牌 根本我告诉你 位置就在一三里面 对吧 我希望二来帮我分一下位置 我觉得在一三里面 我觉得我这个玩家听得满人之后 不带上三五 可是三五两张牌 都进十二的井贵楼了 但是当时十二没有想到 他推出去的是一张女巫牌 所以他一定会要留一张金刚狼 在他的井贵楼里嘛 所以我觉得三五这两张牌里面 要出一狼吧 那 三五总有一张牌认识 这个你们自己去聊吧 现在我听不到你们的发言 好吧 一聊过八十三 三合起来 忘记 你再重复一篇 上圈 上圈你打了三个位置 我忘记 我只记得我先去了 看一眼 好过了 我觉得十三难上了 你十还保得下十三 对吧 你自己说的 你自己说的 你说十三先说了一句 八这个位置是不能动的 那他到最后是不是头的八了 而且在我们好人眼里 鬼知道预言家会吞水的 对吧 总共认识是个预言家的 那一定是去八的 就是动也不会去动脑子的 那你告诉我十三 凭什么说八这个位置 应该放一下了 你告诉我呀 对吧 你这轮是什么发言 我认为你这个 你这轮发言就像一张狼牌了 因为我认为十三 应该已经 他已经不可能是一张圣诞小狼牌了 对吧 我认为还有一张圣诞小狼牌 应该就出在你三跟十当中 有可能是你十的 因为你十三就很明确的 他你自己发言你说的 他说的八这个位置不能动的 对吧 说明他知道信息八十张好人牌 十二十张狼牌 我们好人是不知道信息的 那你跟我说你是一张好人牌 你也认为十二十是预言家 那你为什么要说 八这个位置不能动呢 对不对 这游戏嘛 肯定怪四号玩家了 对吧 居然退水 会弱案 我只能说你两个都会弱案 预言家退水 我第一次看到 你刷新了我对预言家的三公安 我只能这样子说了 没关系 对吧 我还是认为十一号是一张好人牌 二嘛 二因为七倒牌了 二一定是张好人牌 再那个叫什么 如果说七发的七是因为现在七是一张好人牌 他发的茶茶二是一张狼牌 那么九不可能准确的找到四只张远家 对不对 因为他他那个叫什么 他忽略掉了七 而且那么默认就是七发的茶茶是一张好人牌 懒得怼你 你有兴趣有去回怼 对吧 这盘我是想帮好人打的 但是如果你还是要讲答 那大家一起玩 没关系的 对吧 我认为还有那张圣诞小狼应该就出在三跟十当中 因为 对你们两两张牌我还是那句话 看到看到那个叫什么 十二抱了八茶茶第一反应 我觉得你们俩都蛮尴尬的 而且本轮我不知道十在发什么 上轮三的话也就是过对吧 好好聊聊吧 我认为二十张好人牌 但是要不要互怼看看他 过了 有请稀丑王宝宝发言 哎呀我觉得这个四你要抱他茶茶 你抱了又退水 你抱干嘛呢 你干脆就不要抱他紧一下嘛 好来 不深吹嘛 不就是 对吧 就 纯深吹 而且那个狼还不认识他 狼同伴 那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十一的反应我听到最不好 最不好的 但你们两张牌都告诉我十一是个好人 十一说 我总管是一个平民了 他说我总管是一个好人了 你总管只能抱我一个好人 对吗 为什么 对吧 他有可能验了你是个茶茶的 我一定是个好人 我也不是圣代小龙 我以为我刚才 我以为我是草上唯一院家报的精髓 哈哈哈 你这个是人家会玩 我真的以为我是草上唯一院家发的精髓 我都躲躲刀 哎他妈 自爆了 鸡也是个好人 鸡起身报了我一个茶茶 我靠 我觉得你们打好人就要有这种气势 谁炸你身份谁出局 对吧 炸不来身份就不要炸身份 我是一个好人 我觉得武是个狼嘛 因为他前面如果没有报道女巫查杀 他顺艳的就是武 那他必须要出局 对吗 他就觉得以后景辉怎么撕呢 他景辉撕了 他如果景辉给武还能误一手 你现在怎么那么脏呢 我先帮你们做一波宣传 这个12和13将会去参加指尖的仙女局 好烦 什么我好烦 你们总共要去参加了 我说了你们就不去了 我对什么话 这个意义很重的 木木我也不想归了 因为木木都能 他前面为了迫遇我的一位之间 喊出八破 我把木木归得不太好 什么轮不到我归人 5号出局 怎么轮不到我归人 我肯定是个好身份了 我都叫牛去毒气了 哎呦真的是晕 我等会就要死了 晕就过了 我是那刀白痴牌 我在前置会起跳 为什么 因为后置会不知道两个玩家到底是什么东西 对吗 所以我只能死在晚上 我不能死在白天 等会我让白痴牌上牌了 晕的三 你好大爷 哎呦这个身体怎么玩 你们全面前面的记转都是12号是一张游戏家的牌的 现在场上任何人都有可能是狼 除了我以外 因为我身上还只能 而且一一这张牌去保了我心目中的狼 这个实在也保了 也保了11 因为我们完全没有任何逻辑几点的 那刀是那里呢 小狼只要跟下面投投票就可以了 投 只要不投了他 投任何人他都愿意上票了 因为他不知道谁是好人 出去的6和7肯定没有猎人 我们那个就是什么 紧推 一定一定是领先的 你无死了而已 7肯定不是上白痴牌 6也不是上 我是白痴牌 那猎人肯定在场上 你自己归吧 五龟票归得好 我会跟着五头 如果五龟票归得不好 我就不跟着五头 好吧 十一寒情默默地看着我 对我摇摇头 那就保了吧 把十出了吧 把十出了 好吧 点头出十 我觉得十相 是一张胜的小狼牌 原因是12号在第二天 是礼物了对吧 那么颈上的牌有几张呢 龙哥 龙哥在第一天 李锦说自爆带他的时候 他才嘻嘻哈哈的 让我们都以为 他不是一张真元的夹牌 那盛大小狼 也觉得他不是一张真元的夹牌 那场 井上还有一张十号牌 那么 他说要带四 也就是他默认这七号 不是一张 这七号样子是他狼 七号应该不是狼子友 山狼子友 他应该不会自爆 对吧 那么七号报了一张 假的茶茶 也就是说 他认下来 七号是一张好人牌 然后这盛大小狼 又把礼物费给了十二号 那他怎么去定义 十号的身份呢 那么他认为有 五位蓝 就费给十二号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 就剩下井上 只剩下十号牌了 可能是张十号牌 因为我底牌 是张好人牌 那我觉得十三号牌 在第一天 就是 我是张好人牌的逻辑啊 就是 井上为一元家 他又退水了 我肯定只能认识 十二报 发茶茶 我没什么念想的 就我直接就出八过了 因为 没有任何的逻辑给我盘 对吧 那他是茶茶 怎么会出他了 只有十三号 在十二发文言之后 反复说了 这八号你不报茶 这个八号不报茶茶 我觉得他是张好人牌的 说了好几遍吧 大概 对吧 然后也没有其他的位置了 还有一张五号牌 因为 我认为 一号牌打的位置是 对 他打的位置 二号牌被这张 报得精确 我觉得总会是张好人牌 一号打的位置是 就是 我看清我自己 是张好人牌 他打我没关系 但他打的位置 跟我的 想打的位置是一样的 所以我认为他是张好人牌 没位置 我认为十三号 上了小狼 他上来就只有五和十三 对吧 五号还没发言对吗 那我要听五号发言 我今天 那毛宝宝 归票十是吧 毛宝宝总是归好人的 不过我确实想出这张十二牌 那么 听五号发言吧 五号你想出十吗 就吃完了吗 饿了吗 什么想出十啊 我首先逆盘一下 就他锦上 他锦辉流 其实我认识 张说的那道理 他锦辉流 流到五三 要不然就是做一张金装狼牌 要不然就是 他下一轮 如果没有抱到女巫 继续抱一张茶沙 常推 把锦辉 飞着二号这张牌 那二号你一样的白痴 我不是白痴 我拍不动你 那剩下的狼坑 其实我是觉得 三的狼面蛮大的 因为我自己是张好人牌 我看清我的底牌 我是张好人牌 那他留最锦辉 要不然他就抱我一张茶沙牌 就没有踩到 钢板的情况 第二轮就抱我茶沙 然后把我常推 把锦辉飞二 就只有这样打 但是我就觉得 如果你们认二 是一张好人牌的话 那他锦辉飞二 也不一定 因为二经常推错人 那也可以理解 那剩下的狼坑 我是觉得十号 你打一三这个位置 你是记得他锦辉流的 但是你没有聊我五号这张牌 他锦辉流的是三五 然后王宝宝 你去怀疑11号 其实我觉得11号 不太像一张狼牌 他聊的还蛮好的 那剩下的狼坑 就是1号 因为1号第一轮 我记得他保了我这张牌 13号其实前面都聊的很好 但是唯一有一点 就是他当时 像1号说的 他去保了8号这张牌 就在我们平静的视角里面 8号一定是张铁狼牌 因为场上唯一预言家 没有人觉得二龙这张牌 还是一张 就是预言家去退水的 没有 就是在他没有抱他自己 是女巫之前 所有人都觉得 8号是张茶沙牌 但你那位置你去聊了 你觉得8号偏好 那你认不认 相当于就是你没有认下12号这张牌 但是在我们平静的眼中 12号一定是张铁狼牌 他一定是张茶沙牌 唯一不好的一点 就是你去聊了8号 但是我觉得13号 要不然就是一张好人牌 要不然就是张狼牌 他做不起圣诞生意 因为他圣诞小人不睁眼 他也不知道8的身份 所以他不能去定夺8的身份 那今天 我想拉一个PK 我是想拉10跟13的PK 哎呦等一下 10跟30 因为我认的好人 11号是我认的好人 1号保了我 我不可能去打他 2号你们都认的好人牌 我打不过去 但是我算了一下场上7个人嘛 我们白天如果出错一个 晚上狼再刀一个 啊倒好像无所谓 因为狼是不知道圣诞小王的 对吧 万一他刀到圣诞小王 那也 那也还能打 注意时间 10时3PK M这位发言完毕 伸手投票 321 10号出局 10号123 4票 有礼物吗 没有礼物 没有礼物 4票10 呃 几票13 2票13 10出局 有宴对吗 有的 这个过我直接一半 因为第三天起来 我真的不会发言了 因为首先认了一张预言家牌 它是一张自爆的狼牌 推了一张女巫牌 然后我是第一个发言的 然后我不知道六七里面有没有白痴所以我不敢跳 对吗 那游戏总不会输掉了 我是一张枪牌 因为我认为七的警察发言很像一张白痴牌 所以当吃倒牌我就不敢跳了 因为他发言很刚的对着二桌二十张茶沙牌 其实我认为他还是一张非常机晴的牌 所以我不敢跳 但是这个牌一定来不及了 因为女巫妹就变加美了 我是一张枪牌 你是一张白痴牌 对吗 现在我可以开枪 说明你是一张白痴牌 但我认为13不是狼 但是被他拉上PK了 我只能 我认为13不是狼 但是被他拉上PK了 我只能去投13 这时候对我来说的X身份有三张 111跟3 但是11张牌是我一直想打的 就像你2说的 就是刚刚2提醒我一点 就是他一直叫去叫12 去验他 应该是一张好人 有可能11是那张圣诞小狼牌 对吗 我认为5成底还是RPK 我认为不像一张狼牌 是 来 吃毛白痴牌 我白痴牌了 但是我不管带谁 我认为都输了 因为我宝宝应该就是张白痴牌 对吗 这牌 我想带11 因为1-3里面我认为出一张狼牌 然后5我认为是好人牌 所以对我来说一张公共狼牌就是11号牌 但是你们都保他是好人牌 20号牌 我带11号牌 来 11号牌 请留一言 你赌我一次带我一次 我好人牌 那你输了呀 结束了 来 天黑请闭眼 天黑请闭眼 狼人请睁眼 确认请闭眼 白痴 给我张个手 白痴请闭眼 圣诞小狼请睁眼 你的刀纹手势是这个 好请派发礼物 确认吗 确认请闭眼 天渐渐的亮了 还能写啊 看你妹啊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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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戏继续 他们拿牌 还是 还是 还剩几个人啊 还剩谁啊 来来来 再去玩一个举手 再去 复个人 还剩复个人 不结束了 不结束了 两个人结束了 四座人两座 是不是比较一座 我想想 对 那么就是一直生产小狼 被刀以后 对吧 如果还剩一狼 还剩一个生产小狼的话 那么游戏 对吧 两个人已经结束了 因为 如果推出去的是狼 他随便刀一刀也赢了 你们反正不在场 然后 嗯 自身上的小狼了 是吧 我看你 还剩一剩一剩 还剩一剩一剩 四座 就是四个人吗 四座人 左座一看就看上了 一号好人对吧 我是一张好人牌 你 十三五PK 十三五PK 十三 那个五号钻打三号牌 然后他拉了一个PK 是十三和十 五有可能做成狼人牌的原因是被 所以这张十二号牌流进了 简徽流 他是先五在十三 在 没有几要的情况下 如果他作为真远家 他只能死一天 他如果坐十的情况下 因为龙哥已经吞水了 他应该是奔着坐十去的 他没想到他脱一张礼物牌 所以他可能想把这张简徽 非给五炮做金刚的 这只有 这是我泡金的拿着裸的 十三嘛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一点 好吧 我不能被你们扛吹 所以我要跳 我是一张白痴牌 他一定不是一张白痴牌 对吧 所以游戏没有结束 我是一张白痴牌 对吗 我昨天还要打我三号这个位置 然后我觉得他昨天发现 也他在 因为我本来是忘了 景慧流这件事情 但是他说了 他说他的景慧流是五三 但他流两个景慧出 他总共只能远一张白痴 因为一号是我认得挺好的 今天只能从五和十三里面出 你现在打不了我了 你只能去打十三号牌了 我替你发言好吧 因为我觉得 因为那天他是很 很 他发到一个女巫茶沙 他可能听完了 觉得八号不吃深河 所以发现了沙 想做好自己 真的变加了这个深河 所以给我们 用我 用我 是吧 是吧 好吗 那我肯定要跳了 因为这样人让他穿衣桶 他不倒白天 白天我要推他 让他穿一轮 他还是挡刀 还是有那么一点作用的 有很大的作用 听五和十三的发言 然后那个五个筹票 一是我认的贴好筹牌 我昨天说三很奇怪的 他拉了一个十和十三的匹配 这样的话 如果实际出炼 就说从昨天开始 就已经 从昨天开始就已经 只剩一郎了 对吗 那他这个行为还是很奇怪 带出去的有可能是让老人牌 对吧 带出去应该是让老人牌 好吧 那么 有可能是让 圣诞小狼牌被带出去的 起吧 我有点想去五 然后听五和十三的 就能发言过了 不是啊 蛮奇怪的 就我不是一张白吃牌 场面上一定是有一张白吃牌的 但我之前 他都把三号定匪了 因为我看到这个十号猎人出去的时候 大家的表情 就只有三号在风气流淡的玩手机 大家的表情都很严肃 你知道吗 你知道它是一张猎人牌 所以当时 这就毕业以前 我都把它定匪了 所以起来挑了一个白吃 那你们后志位 如果没有人挑白吃 它一定是张白吃牌 但是当时我都说了 因为我为什么没有 我怀疑你三号 但我没有拉你的PK 是因为我觉得十三的怀疑 他只做得起狼牌 他做不起圣诞小狼牌 你这场上 只有一个圣诞小狼 但也不一定啊 万一带出去的是一张圣诞小狼牌 场上也有可能有一个狼牌 但是你这位置 如果后志位不开 我肯定打不了你这位置 那只有带 因为我自己是张好人牌 而且有一个细节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就他当时就发言的时候 是从这边开始发言的 我是他的狼队友 那他是一匹狼的场上 他是自爆的狼 场上只有三匹狼的情况下 他让我唯一的狼队友 前志位发言 你觉得这合理吗 我觉得他可能是想 第一 就是第二天给我发一张 查杀牌让我常推 因为他是让我先发言的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 所以当时我就觉得 三一定是个体了 但三现在跳了一张白痴牌 如果你们后面有人拍他 我肯定是出三的 如果没有的话 因为我自己是张好人牌啊 就场上一郎的话 他白痴跳出来的肯定 就把我出的肯定游戏也结束了 晚上狼队一刀 如果他是张真白痴的话 我会考虑在一十三里面投 但是十三的表情 我上轮我有仔细看他 他看到十号枪牌出去的时候 他表情是蛮严肃的 我是有注意看他表情 哎呀 但是哎呀好烦啊 如果你们后面跳一张白痴 我肯定出三的 如果你们不跳 我肯定是在你们里面归 因为我是一张好人牌 错了 那我该回答一个问题 如果我十三号 跳一张白痴牌 你就偷偷出三 不用在三合十三里面犹豫一下吗 上局 你说了半天说三 因为你说你知道你底牌是一张好人牌 你又没有质疑过二的身份 你说这张自爆狼牌 拉你三五进几回流 你底牌是一张好人牌 那你去推三不就行了吗 你三想了半天 又拉十三和十上PK 这是什么道理 对吧 上局我为什么说 我说十二在发八查杀之前 我认为十二可能是 前两天是不能动的牌 因为十二赶保前之位的七 和后之位的二 我说了 如果他这张 八这张牌赶保二七两张牌 他保下了二七 除掉他自己 就算他是张狼牌 他扛推自己狼通办的几率 不是更大吗 因为狼坑就越来越窄了 是不是 再加后之位有神牌 如果起跳 那八这个位置就被陷入险境 所以我认为八这个身份 赶保二七 一 他狼通办可能被扛推 二 他自己可能会被扛推 所以我认为八的发言 第一天是过关的 但是既然十二报八查杀 那么八就出局 我没想到你一张狼牌 竟然发言那么好 这是我前面的发言 对吧 那你一来打我干什么了 你胜利打得臭吧 因为我觉得五向是一张狼牌 现在我来教训你了 对吧 你一为什么一定要盯在十三号穷打了 你听过我的发言吗 我说如果十二不报八查杀 我认为八这张牌可以放一下的 那我这么傻 我一张狼牌 我十二号狼通办报了八查杀 我还在帮他掰八言 说八的发言好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而且你一这张牌 你打的位置是什么 你打的位置是 十十一十三 对吧 十一这张牌 你觉得是一张狼人牌吗 我觉得十一的遗言 也不像一张狼人牌 但是我觉得十这张牌 我先保下来 对不对 我说十如果十张狼牌 不可能保我十三打十一 他十张狼牌 这样做的做法很傻的 你们后置位 哪一张牌都可以作为他的抗推位 他在两张拉帮结派的牌里面 选择一个保 选择一个去打 这不是一个狼牌的行为 所以我觉得五的归票位是最不好的 对吧 五的归票位不好 三只张牌应该就是张白石牌 我认为十张白石牌 那我当然说 不好意思 我前天上的是你三 对吧 因为当一打过我十三之后 你的发言是跟一样的来打我十三 那现在是一和五的纠结 对吧 天天看一的发言吧 我也不想去打四 万一是张狼牌呢 对吧 那我天天看一的发言 过来 什么五我认为不像张狼牌 那首先啊 最后我们只剩四个人了 对吧 那五是一张狼牌 你是一张白石牌 后知我一定不可能有人挑白石 这个道理你懂吧 对吧 所以五我认为能发出来这样子 也不像一张狼牌 那么只有你十三了 而且啊 就我 我说实话吧 就我还记得我第一天的发言吗 我说我认为八这个发言并不过关 因为当时我说过的 你如果说你要认二十好人 有可能的 但是你保不下七的 七因为锦上发言 他已经成立了一段完整的焊跳 你怎么能知道七跟二一定是两张好人牌 还要共编 我实在是不知道他当时发的这个源是什么眼 对不对 七有可能是张狼牌的呀 对不对 呃 九号玩家自爆 看上去像做第七的身份 但是我们一排 七不是狼 不像狼牌了 因为七如果说是张狼牌 七焊跳了 那么九一定不会自爆 对不对 他其实可以是做高七的身份 所以我认为八第一天的发言不好 对吧 他十三号玩家起身就跟我说八可以放一放 但是盘着盘着 就盘着盘着到最后还是出八 发言也是出八 你不是你刚刚也自己说的 你觉得八可以放下来 那你最后投票为什么投八 而且你发言到刚开始是保八的 然后到最后就说没办法出八 对吧 因为在我们好人眼里只能认八一张狼牌 谁知道预言家是退水的了 还有他刚刚分析了一点也是错的 那十一号出去嘛 只能是张狼牌了 对吧 要不然结束了呀 因为十二是自爆一狼 然后九是自爆的一狼 场面没有出到过狼 就出了一张一张女巫牌 一张枪牌 哎呀会玩会玩 就出了一张女巫牌 就我们白天推的出的只有这两张牌 对吧 那么十代走的只能是一张狼牌 可以可以 这这半可以找到狼了 那么十三还是狼呀 对吧 你五这轮你 你如果说你不想背过 你就把手放下来 三如果说你这轮投我 那我只能说你会玩 因为你是你上一盘就已经认我好人了 我认为这盘你会跟着我投十三 因为我觉得十三你还能说他能作为好人呢 他这样子的发言不就是前后矛盾吗 刚开始跟你保八到最后出八 对不对 在我们好人眼里一定不可能保八的 还是那句话 鬼知道愿家会推水了 我本轮会出八 我不认为五十张狼牌 八十啊 哦哦哦 我本轮会出十三 我不认为五十张狼牌 因为他十张狼牌绝对不会说 后志位有白痴情起跳 我要排三这句话 因为后志位一定不会有白痴情起跳 对吧 我是一张平民牌 我出十三 过了 莫主委归票十三 三两以后开始 没有莫主委 莫主委发言完毕 新手投票 三二一 十三出局 没有 PK 没有 他从那一 他从那一 他从那一啊 他从那一啊 游戏结 你来得这么好 你来得这么好 你把他脑残吧你 你不这样子打我 谁打我 我不是拿啥你礼物的 你不把狼牌 他早就被我出掉了 你不把狼牌 他早就被我出掉了 是不是你们两个都绑了他 干什么 你先让我狼牌叨一叨 你敢打人那么丑 你去打什么 好人杀了两个生 我们老人才杀了一个 你给我杀两个 你给我杀两个 你不可以 你给我杀两个人 我没有杀两个人 你给我杀三个人 你们杀三个人 你们杀三个人 他都会杀三个人 他都会杀三个人 那我都算五十万 五十张的狼牌 不要杀三个人 不要杀三个人 他说我不敢建议 他还挺的 我还还可以 他要做文章狼 我还只能是上代狼 他还很猥琐 我挨的是个狼 他是他发言的时候 自己去保扒的 然后最后头扒的 不是个狼牌 他怎么唯医人 他怎么唯医人 我怎么唯医人 我有毛病 所以我在说 你不懂他 我不知道谁是个狼牌 动机在哪里 我在找他的动机 我发现了自己逃亏 他们两个都把十一给保了 我说十一怎么做 他们好人 你们两个都把十一给保了 要不然还没有龟 你会打我的 男师们呀 傻不傻 谁说你 好理由帮你 没看到这五个字 哎 不是 你还打架我吗 你打架我 你打架我我就马上龟了 就一号十九十票 对啊 我认为他是一个好人 我没把他 你要打架我可以把他给龟 没关系 这个十一是不是 你刀了狼 好几刀都没刀到神 我没有刀 看见他 会跟他说 你一天我一定是个精神 第一天他没有刀给人家 第二天才 第二天才 我们两天还吃饭了 你说他们当过谁啊 不是不是 刀子权蛋 他想过来 但是不能说美 刀子权 总管带才能不能带我 可以的 因为现在好人 你不要跟我表水 我怎么还说 我怎么还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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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人赢的 我了 好人还有机会赢 你要做的是你跟我表水 好人还有机会赢 宝宝宝 不是 好人还有机会赢 这个狼人 我们狼人只杀了一个神 好人已经杀了两个神了 如果他杀一个平民的话 好人勝利 好人 不是 这个位置大家去打死 这个人还能是个狼 只能是圣诞小狼嘛 讲不讲道理了 不要讲道理 不讲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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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搬这么多言 我就觉得你搬我上了 吓不吓 哎 他这个人是个狼 他就跳白痴 这个人都说 你只要跳白痴 我就帮你偷他 他要是个狼 他就跳白痴 因为跳白痴 我以为你是这一家 他还给你讲坏礼物 他说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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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这个业家 我叫做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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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能是个好人吗 他还能是个好人吗 你是不认识啊 如果你在场上 你不见得是个好人 如果你在场上 你不见得是个好人 诸实实 你先想不出来 他们两个都把11给搞了 我认识他这么好人 我认识他 他都说11是好人 他认识他是个好人 我认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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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累的 每次都要我去求着 哎呦 说不了了 你上你牌 我是相信你的配置 我才上票给你的 不是 你会儿 不可能去宝发 你要你就认识 我说了 你要宝发就要认识 你听过我吧 还签蛋 签蛋 他这样子去宝2期 那么目的是什么 你们先不要分官 让我把演员表发了 1号玩家是平民 2号玩家是平民 3号玩家是白痴 4号玩家是预言家 5号玩家是狼人 6号玩家是平民 7号玩家平民 8号玩家女巫 9号玩家狼人 10号玩家 6号玩家是 刺难小狼 12号玩家是狼人 13号玩家是平民 12号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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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穿一张莫名其妙的唐特的一张笔物呀 拿土了 看了还算 好热 那是这个好啊 没事 还是俩的 不是好热啊 允许吧 哎 他们在发言的时候 他发完巴茶茶 我在笑 呜呜呜 原家不认了 他其实当时一直在笑 我就觉得很怪的 但是没有 原家不认了 原家不认了 我也觉得很怪的呀 原家不认了 他在笑说 巴发言说 任你是不是 我等了 给你报信息 不要再查查 在这个位置 我只能打齐 他们都是好人 我说十一吃可疗 所以把他饱了 我要去把他十一出了 他妈他妈都把我给冲了 哈哈哈 别说话啊 哎 上一盘你才开会过 这一盘就不要说别人了嘛 我其实是忘了我是白痴了 所以我没有来拍你 哈哈哈哈哈哈 哦 一白痴要拍他的呀 拍二号是假精髓 男的玩玩花板子嘛 哇 喂 我在二楼玩花板子呢 哈哈哈 喂 110吗 那啥啥 抱了狼茶茶还费水 妈 你在几楼 喂 我吃了什么 没电了没电 没电了 要保护两口 先保护 我我都想你问 什么 那我到二楼了 我在二楼玩花板子呀 这个 我记得要 你怎么办 我觉得 还没有 二楼二楼 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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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哥一 这个就同意了 怎么回去了 龙哥非常关心 哎 是不是 哎 你出于什么目的退选呢 我没采访过你一下 哈哈哈 你真的要听吗 你真要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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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要听吗 你让人给机会了 首先 我觉得 九号 李锦 一天一 啊 你什么 华尔摆是吧 华尔摆 为什么退选 你们要跟我比比来 更该的解释一下 首先 你都没有听 可万能做双眼 他们也做双眼 不会啊 在我眼里吃到 你们再上我交代了 你们安静一点 龙哥想 你们安静一点 我们采访愿愿家为什么会随 哦愿家又洗牌 洗牌 我不是洗牌 这两个后再准了 首先这个 我跟好人道个歉 因为呢 不接受 你支持说 我玩 这两个人还在唱 诶别说了 听龙哥说 12号 一号玩家 请请让我们四号愿家发言 第一 能不能玩花板子 能 第二个 我查杀了李景 李景自爆了 那么晚上一刀我 我们一郎一冤家走了 也就算了 那我退个水 那么有可能我不刀 对不对 是不是 因为后面 因为 不是 因为这次我是前座 你进到女厕所 你就看女人吗 看着看老婆的表情 不是 不是 我是第一个发言 如果我是最后一个发言 那么确实没有任何人 他们会刀错的 因为我是最后一个发言 我是第一个发言 或许是还有那么多人 在那边竞选警长 如果我退水 他有可能 比如排掉一个坑 另外去刀一刀 就有一点点 就有百分之十有 百分之五有吧 不可能 不可能 我最后再问你一个问题 他是个傻子 他已经说我自爆刀刺 你还退选 你是不是脑残 他都自爆要刀你了 你还退选了 罗 还有可能他刀到别人了 年纪大了 逻辑正反都可以理解 他还能自爆不刀你 他还能自爆不刀你 你别这么跟代老秦家伙 你别这么跟代老秦家伙 这些这些我算 然后呢 其次 其次 我严保了你二号王宝宝 真的是严保的 所以你看我紧上 紧慧流我都没怎么说 还紧慧流先二 还还严保呢 紧慧流就是先二 不是 我相信王宝宝的配置 一定能盘出来了 我盘出来了呀 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 呃 前面是我的锅 后面呢我就很难再配 我还挡到了呢 对你挡 所以我相信你的配置 就是 不是 不是 就是这个狼 他肯定要自刀 把这个警徽给到自己狼同伴 轮起来不再 那么给到五号 那五号是警徽的第一个 所以五号肯定是能出去的 在我想象当中 但是五号呢 五号班的逻辑就是 他会报五号一个茶沙 那他把一个警徽给到谁 给到你二号 那么这样的话 他狼一刀 自己自刀一个 捂出去一个平民牌 或者是一张好人牌 一换一他不亏 他只有自刀 把警徽给到自己的狼同伴 这个狼同伴永远出不去 那才是最大收益 所以我觉得五号应该是能出去的 但是最后五号 那我原谅你了继续吧 哎 你不是孙敬老吗 你管他会爱玩什么 哎 听听听听 呃 四号玩家成长发言 基本上百分之九十五我都认可 但那唯独呢百分之我不认可 第一把我跟他做狼同伴 是我自爆 我说这个人是女巫 啊 我的贵 我这个别说 别别别别说 我说第三个 他还不认我刀的是一个女巫 他认我 我的贵啊 所以我菜 第二第二 我菜行了吧 第二次起来 哎 你归根起的就是我菜 那我承认我菜就行了吗 不是不是 我已经承认我菜了 你还要再说我菜干嘛呢 不是 不是不是 你说的就是我菜 我承认我菜了 你们不要再说了 哎 我们能开始下一局了吗 他说完就开始下一局 因为我 因为你归根结的就是我菜 我承认我菜了 不是 我 我已经承认我菜了 我已经承认我菜了 我说的 六七八九十里面 我已经承认我菜了 他说的 他说的 我说他 我已经承认我菜了 我已经说我菜了 你归根起来 你还是说我菜 我说他 哎呀 我的 你讲话的点菜 谢谢你讲话的点菜了 点菜了 快点 你们拼要把龙哥学